哈囉大家好,我是拿鐵 今天要玩的是Arena Breakout 暗區圖維 今天這集要跟新手分享一下 這個遊戲的地圖 如何知道物資放在哪裡 在我們的介面下方這邊有一個戰術地圖 點下去 這裡就可以最快看到我們每一張地圖 哪些區塊有什麼物資 舉例來講,現在這張地圖是農場 也就是各位新手玩家一定會玩到的地圖 這張地圖簡單講一下 像我們現在看到左邊這邊可以選擇 當你選到這個區塊的時候 地圖就會顯示出虛紅色的點 旁邊的話我們選保險箱 就會出現哪個地方會有保險箱 比如說像這個別墅 裡面就會有保險箱 然後位置的部分 通常都會在一二樓 然後算是蠻好找的 馬舅 我記得保險箱是在二樓 再來這邊還有汽車旅館 汽車旅館這邊還有橋旁邊 這邊可能都會有保險箱 大家可以搜一下 所以說遊戲其實非常貼心 讓很多玩家如果不知道物資在哪裡 都可以透過這個戰術地圖去找到 包括墓地的右邊這裡有一個小局點 這個小房子裡面也會有 包括古物交易戰裡面也會有 然後有些保險箱的話 需要拿到鑰匙 就像這遊戲有時候你搜衣服可以搜到鑰匙 拿到鑰匙的話呢 可以解開一些鎖起來的門 門裡面呢可能就暗藏保險箱 對然後這部分的話呢 大家就是要去熟悉這個地圖 然後知道哪邊有衣服 有看到衣服要記得搜 空頭罐的話呢 在我們這個直升機這裡 正中間會有空頭罐 那物資其實是隨機出 有時候好有時候沒有很好 所以看大家 然後現在老玩家都會直接 衝直升機正中間去搜這個空頭罐 所以如果各位開場的地方 是在高速公路這附近的話呢 不妨一開始先衝這裡 不過要小心其他玩家 可能跟你的想法一樣 也要去搶這個空頭罐 接下來武器箱的部分呢 在遊戲的每張地圖呢 都算是非常常看見 武器箱分很多不同的等級啊 就說普通的大型的高級的這一類 還有木製的武器箱 都會分佈在這些區塊 然後大家可以大概記一下 然後手錄彈箱的話呢 不明思議就是 頭子物啊 像煙霧彈啊 手錄彈這類的東西 還有燃燒瓶呢 都會在手錄彈箱裡面隨機開到 然後會在這些區塊 子彈箱的話呢 通常會是小小綠色的啊 然後你可以在這些區塊呢 去開啟子彈箱 然後會隨機拿到子彈 比較常出現應該是7.62啊 或是5.45之類的子彈啊 然後當你缺子彈的時候 也別忘記了 這些地方 有機會撿到子彈 戰術配件箱的話 會在汽車旅館 正前方這地方會有一個 戰術配件箱 軍需物資箱的話 也會在汽車旅館 目前龍場章地圖呢 比較重要兩個區塊 就是馬舊 跟汽車旅館 物資都不錯 像有些地方呢 有些小小的櫃子啊 也會開出好東西啊 因為價值櫃的東西 其實隨機開啊 可能一個就十幾萬 是有可能的 然後工具箱的部分呢 也可以看到 也是遊戲中很常看到 它這個小小紅色的鐵箱啊 然後如果看到的話 也可以稍微搜一下 這遊戲很多材料呢 跟小東西 不要覺得說 肥皂沒有什麼用 它其實是跟聯絡人 可以兌換東西用的 等一下後面會講到 再來就是收銀機的部分啊 裡面通常會有可樂幣啊 看你的運氣啊 有時候少了可樂幣 可能價值沒有很高 就不一定要減 不過有些地圖在逃脫的時候 它可能需要3000克勒幣 現金 所以說克勒幣如果平常沒事 也可以帶3000在包包裡面 隨時要撤離都可以跑走 如果你今天裝備滿滿了 已經收了一大堆物資啊 你就可以透過逃脫點了 支付3000的可樂幣 就可以撤離了 然後急救包的部分呢 在這遊戲中 你可能常常遇到一些玩家啊 忽然間給你致命的攻擊啊 然後你可以在一些區塊 撿到一些急救包了 然後像手術包 我會建議大家一定要帶 因為手術包 常常你在重傷的時候 要需要手術包 不然你人會越來越慘 然後可能沒有辦法走動 那就可能會BBQ了 然後雨型箱的話呢 就是箱子啊 大家可以在屋子裡面看到 電腦主機的話 拆下來會拿到一些電子材料 電子材料有便宜有貴 有幾千塊到幾萬塊都有客人 然後外套的部分 就剛剛講的鑰匙啊 就是很重要的 這遊戲如果你拿鑰匙 可以打開很多鎖起來的門 裡面可能會暗藏一些保險箱 或一些櫃子 就有可能收到很高階的東西 所以鑰匙的部分呢 就要透過外套去收到 所以看到外套呢 千萬不要錯過了 檔案箱的部分呢 就是會有一些檔案 然後在馬桶這邊 然後運動包呢 就是大家常常看到一個休閒包 那個休閒包裡面就會有一些物資啊 然後置物箱 跟抽屜的部分呢 像我的朋友叫尼亞斯啊 他就有在抽屜呢 收到十幾萬的東西啊 如果他之後分享影片的話 大家一定要記得看啊 非常的厲害 所以這也是看運氣的 剛剛快速分享的就是 農場這張地圖啊 接下來我這邊還有 山谷 北部山區 前線要塞跟軍港 這張地圖我簡單講一下物資分配啊 如果是以山谷來講 我也算蠻常玩的 他最好物資就在小型工廠跟 海濱別墅 這兩個區塊是比較多玩家 會直接衝去搶的 所以你們常常看有些玩家 一開場呢 就直接衝 他有可能去衝小型工廠 房車營地 或者是海濱別墅 這三個區塊 就是比較高資源區啊 然後我還是不得不講 有些小箱子 還是有可能開到十幾萬的東西 甚至你要的兌換物品啊 可以跟聯絡人換東西的 有可能在小小箱子裡面可以找到 所以這些區塊呢 如果在前期 你衝過去先撿一波 然後趕快跑的話是可以的 就可以一直刷那些材料 然後去賣掉啊 賺錢 再來是北部山區啊 北部山區的話 這段我也玩過啊 上面是纜車 他撤離可以用纜車去撤離 然後時間會比較久 才能夠撤出 所以那地方蠻多玩 偽裝者會去歸 纜車站的人啊 再來下面有個北山飯店 這個地方也是玩家必衝的地方 開場就會先衝這兩個地方 然後污水處理場的話呢 這邊物質也蠻多的 然後會有些AI啊 像這些區塊呢 多少都有AI跟偽裝者 所以大家在玩的時候要小心 所以我們可以看保險箱的位置呢 就可以大家知道說 一開始玩家會往那裡衝 那一般會有人交戰 交戰之下呢 一定會有人噴裝啊 所以說如果你缺裝備 你就去撿屍體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啊 然後其他東西的話呢 我們就簡單看一下 情境教材這張地圖的話 可以看到是加油站 再來就是我們下面這個潛線藥塞區塊 然後情境教材這張地圖的部分呢 地圖也沒有很大 所以說你們如果要快速快決的話 還是可以收啊 然後前線藥塞跟軍港這兩張地圖呢 都算是比較小型的地圖 地圖比較沒有那麼大 可是他的房屋密集地很高 就是很大的房子裡面 會有龜兵啊 拿軍機槍 拿散彈槍躲角落啊 衝鋒槍躲角落 然後等你一過來呢 痛歐你一頓啊 所以大家在玩這兩張地圖要特別小心 要地圖稍微比較小一點 最小的應該是軍港這張地圖啊 然後這張地圖就玩家會一直跑來跑去的 然後可以看到一堆槍戰 然後像保險箱在死木公寓餐廳 這跟下面的行政大樓 都會出保險箱 然後大家如果你是缺武器的話 可以去找武器箱 因為武器箱有時候一開 就一萬到兩萬以上的武器都有可能開出來 可以賣玩家也可以自己留著用 所以說這些地圖呢 大家如果有在玩的話呢 又不了解他的物資啊 可以到戰術地圖這邊點開來看 所以說你可以了解地圖 然後還是會建議大家呢 可以多玩同一張地圖啊 先把這張地圖搞熟後呢賺很多錢 接下來你就可以慢慢去探其他這張地圖啊 好之後補充一下空頭罐的部分啊 就是會冒煙的啊 側裡臉會有紅色的煙霧啊 如果你就有看到黃色煙霧的話呢 有可能就是空頭罐 然後大家可以記一下位置 這也是玩家看到空頭罐出現的時候呢 就會去搶啊 這五張地圖呢 空頭罐的位置可以大概記一下 因為有些玩家可能去充保險箱 你可以去充空頭罐啊 這就是剛好另外一個選擇 好剛剛分享的就是戰術地圖部分 然後剛好提到一個聯絡人啊 聯絡人這邊點進去有一個很重要的 像我們看艾維塔好了 按購買 這邊的話啊 如果你今天想要你的倉庫空間變大一點的話呢 艾維塔左邊這邊 倒數第二個 點過來 你會看到有很多箱子 這些箱子可以直接增加你倉庫的空間啊 它需要的東西在下面 可以把它加成願望清單 像我剛剛講的那些物資分布的地方啊 你拿到一些小東西啊 不要覺得它沒有用很便宜啊 就不想撿 它有可能呢 就可以讓你直接跟NPC 兌換一個大型的箱子 增加你倉庫的空間啊 這是非常重要的 像肥皂好了 有些玩家說 欸 幹嘛要減肥皂 譬如說你這場空間很大 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減 那你減肥皂也是OK啊 因為像肥皂呢 它這邊還可以兌換 耐力注射器啊 然後牙膏的話呢 也可以換提神藥水啊 這些有的沒的東西啊 其實都是小東西可以兌換 你就不用花科樂必須跟其他玩家交易了 茶杯我沒常常看到嘛 這個茶杯還可以兌換子彈啊 所以說大家可以在聯絡人這邊看到 你需要的東西 然後你可以在這個地方呢 點下面這個加入願望清單 因為我現在已經滿了 加入後呢 你之後看到那個物品會是黃色的 你就可以把它撿起來 它就會提示你說哪些東西 是聯絡人兌換清單裡面的東西啊 所以大家可以大概記一下 好 今天快速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物資的分佈啊 可以透過戰術第五這邊看到 然後也歡迎各位老手玩家呢 可以來幫忙補充一下 我們有講到的部分 然後遊戲新手教學 難免有些地方會講錯啊 我會在後面的影片會再更正 然後也感謝大家的留言啊 讓拿鐵人也吸收到很多 謝謝各位玩家的留言 那今天的影片呢 快速分享到這邊 如果大家覺得這影片很有用的話呢 可以分享出去給你的朋友 然後後面也會繼續分享這遊戲的攻略跟情報 也可以訂閱我的YouTube主頻道 副頻道 玩具頻道 還有麥塊頻道 也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個遊戲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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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個遊戲 我們下個遊戲